我们是你朝朝的羊 你就像那好牧人一样 引导我们前面的路 必要的时候管教我们 我们摔 我们饿的时候 你给我们水喝 你给我们凉炒吃 让我们能够安歇在水边 能够在你的变法的当中来安歇 主在人世间的日子 实在有时候过得很辛苦 因为这在 这蒙鬼撒旦的管辖之下 在我们的身心灵的当中 都有很多受到 挟制捆绑奴役的时刻 主啊若不是你的恩典 我们早在这些苦难当中 灭亡了 但总是我们是小气 并且软弱的 在过去的一周的当中 我们在言语 我们在行为的上面 我们有得罪你得罪人的地方 我们上个礼拜 我们刚经过全人更新的营会 我们带着慢慢的感动 但是回到我们的生活当中的时候 主啊我们却又常常 跌落那小心的当中 我们忘记你那丁横的手 我们忘记你那永远不变的应许 主让我们每天 我们都在你的面前 能够相信你的恩典 我们就深处盼望 我们就相信你所说的 每一个应许绝不落空 若我们过去一个礼拜的当中 我们有得罪你得罪人的地方 也求你再次的赦免 让我们能够因你的名得胜 而不是靠我们自己 我们可以让你的名得到荣耀 而不是使自己来骄傲 主在过去一个礼拜的当中 也要感谢你的恩典 因为当今天我们再一次能够 坐在这圣殿当中的时候 主啊过去一个礼拜 有许许多多可以感谢的事情 但或许也有一些挫折困难的地方 但是在知识时刻 我们也可以在你的面前 亲情同意 在你的里面来得到你的安慰 你的医治 以及你的鼓励 主在你交代我们的话语的当中 也告诉我们 我们个人不要单单只顾自己的事 当我们愿意为我们的肢体 愿意为我们的国家 我们的社会来祷告的时候 主这是你所悦纳的 也是在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 主啊你就会因着 我们有这颗愿意的心 我们有这样的爱心 那我们能够如圣经所说的 凡事互相效力 叫爱神的人都能够同得益处 主我们特别要为我们的土地 我们的母亲 我们的国家 台湾来祷告 因为这个土地使我们能够安居乐业 在明年1月11号的时候 距离现在大概只剩下几十天的时间 主我们恳求你 让这片土地上 勤奋淳朴的 这种你给我们很好的礼物 能够再继续的这样下去 真的每一个出来为人民服务的人 都是有能力 而且是连结 而且是真的是愿意为你服务的 主啊我们恳求你 不管他是什么党派 不管他是什么颜色 主你让每一个真的愿意为人民服务的 主啊你就示全品给他们 让他们在他们的位置 可以透过他们带给这片土地 这里的人们 百姓能够有更多的幸福 能够在这个地方更加的安居乐业 主我们祈求在你的面前 就正如那时候百姓呼求 神啊给我们一个王 主啊我们这个时代 我们要的不是一个王 我们要的是主啊给我们一个 能够看到我们的需要 能够看到百姓的当中 要能够安居乐业的这一位 主就求你兴起这样的人替我们服务 主我们特别也要为香港来祷告 因为这是除了日本 除了韩国 除了中国香港 我们都是非常邻近的一个地区 这样一个国家 所以在这个当中的时候 我们看到他所受的苦难的时候 主我们特别在你面前祷告 甚至于我们看到很多的时候 他们在街上的抗争者 都只是孩子 以台湾来讲很多是国中生 甚至于有国小五六年级的学生 主我们求你联名 让香港可以恢复他往日的这样的一个繁荣 也让他们的政府能够听人民的声音 能够开启那沟通的桥梁 主我们更要恳求在你的面前 让我们台湾的社会各种不同的观点的人 尤其选举快到了 包含性别的平等 包含我们以往听到的种族等等 我们甚至于会有划分各种不同的阶级 主啊我们恳求你的爱在我们的当中 让我们能够有彼此更多的了解以及沟通 让这些本来在我们生命当中 就已经是一个伤害或一个限制的这些的 这些的辖制都不会在这个时候更加的被挑起 让我们能够在这块土地彼此的尊重包容 来享受你赐给我们的美丽 以及这种互助美好的这种的关系 主我们透过祷告正因为我们相信 你就是那听祷告的神 你有那大能力能够在人认为艰难困苦不可能的当中 看到因为你的爱在其中的时候 这些事情就如此的翻转 就如此的蒙送你的祝福 主求你垂听我们的祷告 在今天也透过君品牧师在这里的正道 使我们更加来明白你的心意 更加加添我们的信心 也在我们的信仰上能够得到更多的造就 求圣灵运行同在 保守我们今天所有的聚会 保守君品牧师的讲道 谢谢你祷告同耶稣基督圣名 Amen 好那这时候我们来看今天的圣经 那今天的圣经的话 我们一样看一下我们的周报的第六页 周报第六页 那十二个门途中有称为迪图玛的多玛 那是周报的第六页 那十二个门途中有称为迪图玛的多玛 耶稣来的时候他没有和他们同在 那些门途就对他说 我们已经看见主了 多玛却说我非看见他手上的钉痕 用指头探入那钉痕 又用手探入他的肋旁 我总不信 过了八日 门途又在屋里 多玛也和他们同在 门都关了 耶稣来站在当中说 愿你们平安 就对多玛说 伸过你的指头来 摸我的手 伸出你的手来 探入我的肋旁 不要疑惑 总要信 多玛说 我的主 我的上帝 耶稣对他说 您看见了我才信 那没有看见 就信的有福了 那今天均平牧师 要用这一段的经文 这一段的记事 耶稣跟他的门徒 在耶稣复活后相遇的这个记事 来分享我们信仰要寻求了解 好 各位姐妹各位弟兄 大家平安 大家早 好 很高兴今天又来到我们当中 跟大家一起礼拜 分享 我今天的题目叫做 信仰寻求了解 信仰寻求了解 这个其实是一个 中世纪的神学家 是哲学家 他叫做安瑟伦 他是一个 圣安瑟伦 他是一个神父 他的一个很重要的思想 不过我今天没有要再讲到 这样子 我跟大家讲神学的 的讨论 不过 这个思想呢 他一直在思考 我们的信仰 还有我们的理性 上帝也是给我们理性啊 可是 有的时候我们 以理性 去 思考很多的哲学的问题 去发展很多的科学 这些东西跟我们的信仰 好像有某种程度的冲突 那 这个哲学家 这个神学家 他就在思考 我们的理性 跟我们的信仰 之间的关系 那我今天要透过多玛的故事 我相信多玛的故事 我相信多玛的故事 牧师刚刚也有 也有为我们念的 在这个故事当中 我们一起来思考 这个 我们的信仰 跟我们的理性之间 跟我们的怀疑之间 到底有什么样的关系 我们 在传统的教会的 这个 想法里面 常常都会认为 多玛好像是一个 怀疑 一个小性的使徒的代表 对不对 因为 他最有名的故事 就是我们今天 读的这个故事 发生在耶稣 复活的 当天的晚上 那 耶稣显现给他的十个门徒看 为什么是十个 耶稣不是有十二个门徒吗 为什么会有十个 因为那个时候 犹大 他已经就是离开了这个团体 因为他出卖耶稣 然后多玛不知道去哪里 圣经没有告诉我们多玛去哪里 总之呢 耶稣只有显现给十个门徒看 那 后来 耶稣走了 多玛也回来了 那 今天就发生了 我们今天所读的 这个 这个故事的 这个过程 那多玛回来之后 他的 其他的这些同学们 这些使徒们 就 就告诉多玛说 我们遇见主了 主向我们显现了 那就像我们刚刚 那个小博士帮我们念的圣经一样 就像我们知道的故事 多玛并不相信这件事情 多玛就 发出了他一个很重要的疑问 这个 疑问就说 除非我看见他手上的钉痕 用我的指头 你看这个图 这是一个很有名的 这个 关于多玛的故事的一张名画 用我的指头 探入摸他钉痕 用我的手指 摸他的肋盘 我绝对不行 因为 照圣经的记载 耶稣在被定十字架的时候 那些兵丁 为了要确认耶稣有没有死掉 还拿枪 戳他的肋盘 对不对 所以多玛说了这个很著名的疑问 也就是因为这句话 让后来的人 就觉得说 多玛这是一个没有信心 会对耶稣的复活 怀疑的一个使徒 可是如果我们仔细来看圣经 仔细来思考 看看圣经 我们的周报上面都有经文 来看来看 你就会知道说 对我来讲 我在回多玛 他并不是不相信耶稣复活 因为多玛 当他讲这句话的时候 其实他是在回应 他的其他的这些门徒 耶稣其他的门徒跟他说的话 耶稣其他的门徒跟他说 说他们已经都看见了主向他们显现了 然后多玛还说了这句话 说除非我看到他的手上的定痕 我看到他身上的这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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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旁的这个 这个 这个伤痕 说得他不相信 对我来说 多玛 并不是不相信耶稣复 而是多玛 不相信 这些门徒对他说的话 那你觉得这个有什么不同 你觉得这个有什么不同 其实啊 照圣经学家的研究 在耶稣复活的那个时候 或者说在初代教会的时期 并不是每一个人都像我们这样子 都相信耶稣复活 当时对于耶稣复活 其实有很多很多的传言 包含说 耶稣根本就没有死 因为定在十字架上的 那个 看起来像耶稣的人 那个只是幻影而已 幻象 也是一个幻影而已 他不是耶稣 真正的耶稣 早就已经 就是离开那个身体 已经走了这样 好 所以 这当时因为流传的 非常非常多的 不同的传说 有的人认为说 啊耶稣 既然耶稣是神的话 他就绝对不会被定在十字架上 或是说定在十字架上的那个 已经不是真正的耶稣 那个是一个影像而已 所以 对于耶稣复活的这件事情 有非常非常多的谣言 在当时在流传 所以当多玛说 除非我看见他手上的钉痕 看见他肋膀的这个伤痕 除非我用手去摸 否则我不会想听他复活 其实这边我们看到的是 至少对我来讲 我们看到的是多玛有一个 实事求是 一个我们现在来讲 一个实验的精神啊 他想要透过他亲身的经验 因为毕竟他的那个 看见耶稣复活的不是他 是他其他的这些门徒们 对他来讲 他不想要从这些门徒们 看这些同学的身上 得到所谓的二手的信仰 就是你告诉我耶稣复活 那我就要相信你啊 不是啊 对他来说 他想要得到这种第一手的 确认 从他的 从他的眼睛 从他的耳朵 从他的手 去确认说 耶稣是整个复活 其实这样子的怀疑 不只是在今天我们所记载的 这个多玛的故事里面 如果你手上有圣经 或是你手机没有圣经 你有兴趣 你可以去看一看 在经文当中 他其实一直特别的告诉我们说 门紧紧的关着 门紧紧的关着 但是耶稣就出现在这些门徒的面前 那耶稣是什么 耶稣是鬼魂吗 还是耶稣是灵体 他没有真正的身体 好 而且如果你去 如果你去看 路加福音 路加福音 的记载 他会告诉你说 耶稣当着这些门徒的面 吃了一条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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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这些记载 感觉起来 好像都是一些圣经的细节 可是很重要的是 圣经的作者要透过我们 告诉我们这件事情 就是说 耶稣复活的身体 或许不是我们能够想像的 但是耶稣是真的复活的 所以从今天看来 我认为多玛并不是不相信耶稣复活 只是说 多玛他可能想要 去用自己的经验 用自己的亲身的经历 去证明耶稣真的有复活 而不是说人家跟我说耶稣复活 耶稣就是复活 我自己做 我做青少年工作 从念神学院以前到后来 其实到现在 做了二十几年的青少年的工作 或青年的工作 其实我从这些青少人 或从这些青年的身上 年轻人的身上 其实常常看到 看到像多玛这样子的 的年轻人 我怎么会这样说 其实很多的年轻人 他们从小在教会长大 跟我一样 我们都是很多代的基督徒 从小在教会长大 上主日学 青少期 对每一个圣经故事 都听不很多遍 可能我们对耶稣复活 耶稣的事迹 耶稣的故事 耶稣的教导 其实都滚瓜烂熟 其实我们的心里面 是单纯相信这个信仰 因为我们觉得这个信仰 是这样子 接伴着我们的生命 可是相对的 当这些年轻人 他们在学校里面 所上的课 所从课本 从老师的教导里面 或者说从 现在又有网路媒体 到网路 其实他所得到的资讯 很多时候 都跟圣经里面 或者说在教会里面 所受到的教导 其实是很不一样的 对不对 很多时候 你会发现说 在教会听的是一套 上帝创造的世界 用六天创造的世界 可是你在学校里面 老师就告诉你 没有喔 这可能是 我最近在读一本 那个霍金的书 宇宙的开始 可能是一个大爆炸 然后 我们人为什么会 人又不是上帝创造 人是由那个 那个 动物某星星 慢慢慢慢演化而成的 不只这个 我相信 在我们求学的过程里面 我们从书上看到的 从老学校里面 老师教的 还有有的时候 我们在网路上面 所得到的资讯 其实是跟我们 在教会里面所听到的 从圣经里面所读到的教导 是非常非常不一样的 这些东西 很多时候 会造成这些年轻人 他们在 在信仰上 在理性上 在知识上 很大的充分 我记得我以前在 大教团契的时候 有学生就问过我 他就说 耶稣到底有没有这个人 到底有没有耶稣这个人存在 这样子 我觉得这个 这个学生也很有趣 他就问我说 到底有没有耶稣存在 那 我们都看到这个头影片 你知道 这个是我们 熟悉的耶稣的长相 对不对 头发长长的 穿着白色的衣服 对不对 一副 就是像西方 欧美的人的脸 对不对 这是我们熟悉的耶稣的长相 我相信如果耶稣用另外一个长相 出现在你面前 你可能认不出来 因为你只认得 这个人叫耶稣 对不对 那这是谁 这是谁 你们没有看过这张图 这个是考古学家 他根据 我们都知道耶稣 其实是巴勒斯坦的人 对不对 巴勒斯坦在中东嘛 所以这是考古学家 他依据中东的人的骨骼 脸的 头的骨骼 去重塑出来的脸 也就是说 或许耶稣可能 不是真的长这个样子 但这个样子 可能比较比 那个左边那个图 更接近历史上的耶稣的长相 因为保罗说 男人不要留长头发 保罗讲的喔 可是你看我看到的耶稣都没有长头发 对不对 所以当时的男生的发型 应该是这样子短短的 然后留着大护子 而且好像是中东人 所以他皮肤可能会比较黑一点 所以我有时候常常开玩笑 常常开玩笑这样说 如果耶稣可能长得 比较像冰拉的 比较不像川普 因为耶稣是中东人 到底有没有耶稣这个人 到底有没有耶稣这个人 其实如果我们从历史来看 耶稣这个名字 耶稣是这个名字 这是希腊文 那他的原来的希伯来文 叫是Josha 就是拯救 就是约书亚 就是我们旧约里面讲的约书亚 约书亚 所以约书亚跟耶稣 其实是同一个字 只是一个是希伯来文 一个是希腊文 所以耶稣的名字 他就是 这个意思就是 上帝是拯救的意思 但是这个名字 虽然听起来好像很属灵 对不对 可是这个名字 当时是采齐阿弥 就是当时有很多 因为这个名字太好了 上帝是我们的拯救 这个名字太好了 所以当时有很多很多的男生 都取这个名字 好 事实上如果你去读 使徒行传 你会读到有一个叫做耶稣 我们中文翻译翻成数字的数 耶稣 其实名字就是耶稣 他就是为了不要跟耶稣混淆 用另外一个中文字去代替 我们就知道耶稣这个人 至少这个名字 在当时是非常非常多人 在历史里面的记载呢 其实关于耶稣 除了圣经以外的历史的记载 关于耶稣这个人 非常非常非常的少 除了有一个 有一个古代的历史学家 他叫做约瑟夫 他曾经记载过说 有一个人 人称为弥赛亚的人 耶稣 然后他有一个兄弟 叫做雅各 就这样一句话 在他整本历史书里面 就这样一句话 就说 当时有一个人 人家就叫他弥赛亚 然后他的本名叫做耶稣 然后他有一个兄弟 叫做雅各 就这样而已 然后另外 在另外一个 一个历史学家 叫做塔西土的 这个历史学家里面 他有写到就是说 当时有一个人 叫做基督 然后呢 他被彼拉多定罪 而死 就这样 这也是这样短短的一句话 其他都没有了 其他关于历史里面所记载的耶稣 我们所认识的耶稣 都是圣经的记载 就是圣经以外的历史 就只有我刚刚讲的那两句话 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 那到底有不耶稣这个人啊 在19世纪末 就是上上了 19世纪末的时候 有一些欧美的历史学者 他们开始兴起了一股 要研究历史的耶稣的一个浪潮 也就是说 他们是不是想要去找到说 除了圣经以外 那个历史当中 是不是真的有这个耶稣存在 其中有一个很有名的人 我相信我们都听过他的名字 但是你可能不知道他是神学家 就是史怀者 我们都知道史怀者 非洲之父 他后来拿了医学的博士 又去非洲行医 但事实上史怀者 他的本业啦 他的本业 他其实是神学家 他也是音乐家 他本身是一个非常伟大的 宏勤的演奏家 当时有非常非常多的学者 他们想尽办法 用各种考古的资料 各种历史的资料 要去找到 有没有这个叫做历史的耶稣 但事实上 这个运动 或者说这个研究 其实是一个失败的研究 因为就像我讲的 他们找了半天 除了圣经以外 其实也找不出什么多的资料 正能够证明耶稣存在 后来我就跟这个青年说 如果你问我自己 如果你问我 他不相信耶稣存在 我待会告诉你 耶稣一定存在 为什么呢 我有两个小小的理由 第一个就是 如果耶稣没有真的存在 在这个历史上的话 甚至耶稣没有 被定十字架又复活的话 他如果不是一个历史的事实 老实说我们都知道 在初代教会的时候 这些基督徒受到很大的迫害 而且这个迫害不是一天两天 一年两年的事情 这个迫害整整长达 大概三百多年的历史 这些基督徒 他们都必须在这个迫害的当中 很努力的去保持这个信仰 去求生存 如果没有耶稣这个人 如果耶稣他不存在 他也没有死而复活 我相信这个信仰 很难能够在 这么激烈的迫害当中 能够保存到这么久的历史 第二个 当然这是我比较私人的理由 我就看到说 如果耶稣不存在 我今天就不用在你们面前 我就失业了 我就不用在你们面前 耶稣 他到底有没有存在 这件事情老师说 还有很多很多人在怀疑 对我们来讲 我相信在座的兄弟姐妹 我们一定都相信耶稣存在 否则今天就不会坐在这边 我们都相信耶稣复活 这是我们的信仰 否则今天就不会在这边 做礼拜 听讲道 在这边服侍神 可是那对于那些 不是基督徒的人来说 那些社会上 我们身边 那些不是基督徒的人来说 耶稣有没有存在 耶稣有没有复活 对他来讲 有没有意义 老师说 意义不大 有没有得跟耶稣 对他们来讲 意义不大 历史历代 非常多的神学家 他们都在努力的 跟教会外面的人对话 教会外面的人 他们不在意 耶稣有没有复活 他们不在意 耶稣是不是真的 历史上存在 但是他们很努力 教会里面有很多的神学家 他们很努力的 在跟教会外面的人对话 刚他们说 耶稣不仅 真真实实的存在过 在这个世界上 耶稣也不仅 真的死而复活 更重要的是 耶稣的教导 耶稣的故事 这个信仰 对你的生命 都很重要 可是呢 在教会里面 很可惜的 在教会里面 很多时候面对 我们的信仰上面的怀疑 面对这种信仰 尤其是来自于年轻人 好 年轻人 就像我刚刚讲的 他在学校里面 学的是一套 他在网路上面 查到的资料 在社会上 听到的是一套 在教会里面 学的又是另外一套 有一些教会呢 他们面对 很多这些信徒的问题 他们并没有正面的去面对 他们反而是 用各种的方法告诉你说 就是 不要问那么多 相信就对了 对不对 有的教会就说 圣经就这样写 牧师就这样讲 干嘛怀疑那么多 这样就是一个 小心的信徒 然后很多年轻人 就是因为这样子 就觉得说 教会或是牧师 对我的怀疑 或是对我的信心 都没有帮助 一直叫我相信啊 然后 我的那些问题 还是一样没有被解决啊 甚至有的教会 他就告诉你说 就是要有信心 祷告上帝就会给你 就会祝福你 至于这些问题 这都不是重要的问题 就像我刚刚讲的 很多的年轻人 他的生活 就渐渐的变成两个世界 我的人呢 比较聪明 失忆力比较好 他可以在这两个世界上 自由自在的游走穿梭 他在学校里面 讲的是 听的是一套 讲的是一套 想的是另外一套 在教会里面呢 就当在教会里面的乖孩子 讲什么呢 我们都相信这样 然后呢 他的生活 就很自然不自然 就分成两个世界 适应的比较好的 他可以在这两个世界里面 游走穿梭 适应的比较不好的 很多的年轻人 就这样子就离开教会 是很多的成年轻人 也是一样就这样子 他觉得 他的问题 他对于信仰的问题 没有 圣经告诉我们 说时间 过得很快 圣经说 八日后 第八天 也就是一个礼拜 一个礼拜过去了 约翰福音的作者跟我们说 这些门徒们 他们又聚集在这个房子里面 跟上一次一样 门窗 门户都关得紧紧的 但耶稣就是突然出现在他们面前 这个时候呢 多玛就没有不在了 多玛就跟这些门徒他们在一起 耶稣一出现 你想 你今天怎么门窗紧闭 耶稣突然出现在你面前 我们一定是 一定会非常的害怕 下了半死 所以耶稣一出现 第一句话就告诉这些门徒说 愿你们平安 平安这样 然后耶稣就转向多玛 告诉多玛说 你把你的尺头 放在这里 看看我的手吧 再伸出你的手 摸摸摸我的特堂吧 不要疑惑 只要醒 这次因为我们看到 至少对我来说 这次我们看到耶稣 真的是非常大的怜悦 耶稣知道多玛 因为他上一次没有遇见 复活的耶稣 但他的信仰产生了动摇 产生了怀疑 所以耶稣决定再显现一次 让多玛看见 而且他特别的跟多玛说 说既然你那么想要看 那么想要摸 那你就用手 来摸我的这些伤口 来确认我是真的复活 如果你是多玛 你在当下你会怎么做 就像这个土一样 这个群魔 还是 还是 相信你会有什么心情 如果你是多玛 我们来想象一下 如果你是多玛 在当下耶稣向你显现 又对你说话的时候 而且他又针对你的怀疑 对你说话的时候 其实圣经并没有告诉我们 圣经并没有告诉我们 太多的细节 也没有告诉我们说 多玛在当时是什么样的感受 或说了什么样的话 圣经只有告诉我们说 圣经也没有告诉我们说 多玛到底有没有伸手去摸 虽然 这些话里面都看得出来 现在要去摸摸这样子 但是圣经里面 并没有告诉我们 多玛到底有没有伸手去摸 但是圣经的作者 告诉我们一件非常非常重要的事 多玛说了一句话 他说 我的主 我的上帝 我的主 我的上帝 对我来说这句话 其实就是多玛的信仰高感 当多玛对耶稣说 我的主的时候 我想我们都可以理解 因为耶稣是 这些门徒们的老师 是门徒们的主 是门徒们跟随的对象 这个我们都可以理解 可是在这个时候 多玛就告诉耶稣说 你是我们的上帝 我的主 我的上帝 这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信仰高感 可能对我们来说 好像觉得这没什么 因为耶稣就是上帝嘛 三位一体的上帝的第二位 这对我们来讲 没有什么 可是你知道吗 在当时的时代里面 还没有像我们现在 了解三位一体的奥秘 在当时的时代里面 他们认为耶稣是他们跟随的主 但是他们不会认为 他们不会认为耶稣就是上帝 可是在这边 我们看到多玛告诉耶稣说 我的主 我的上帝 对多玛来说 圣灵好像启示他 让他看见了这个奥秘 他知道耶稣 不只是他生命当中的主 耶稣更是他的上帝 而这句话呢 也就刚好回应了 我们今天读的约翰福音的第一章 他说道与上帝同在 道就是上帝 道成肉身 耶稣就是那个道 道本来与上帝同在 而道就是上帝 因为耶稣亲自向多玛显现的这样的经验 要多玛不只有了第一手的亲身的经验 经历到耶稣的父母 更透过这个经验 圣灵给他一个启示 让他知道耶稣不仅是他跟随 跟随的老师 跟随的主而已 耶稣根本就是上帝本身 耶稣跟多玛说 不要疑惑 只要信 对我来说这句话 不只带给多玛非常大的安慰 也直接的解决了多玛的问题 耶稣告诉多玛说 你不要疑惑 只要信 并不是我们刚刚看到那个漫画讲说 你就相信就对了啦 你就不要怀疑 而是在这边我们看到耶稣对多玛的爱 他知道多玛是怀疑的 所以他亲自愿意出现在多玛的面前 告诉多玛说 你就直接来摸我的身体 你用眼睛看 用手来摸 来证明 你是真的父母 透过耶稣直接的显现 让多玛有了第一手的信仰的经验 而这样的信仰的经验 也不只化解了多玛的疑惑 也让多玛的信仰更缺失 其实在我的经验当中 我认为信仰的怀疑必不可惜 信仰会有怀疑是很正常的事情 也不用害怕 甚至有时 我会觉得 那些怀疑的过程 是帮助我们的信仰能够更深入 能够更确实的一个过程 比如说 这些怀疑可能是为了让你的信仰 能够更坚定的一个毕竟的过程 但是前提是 我们要先承认我们是有限的 我们是真的有事 我们是真的对一些事情是不懂的 我们对一些事情是怀疑的 不要害怕 也不要担心 因为你的怀疑而被顶罪 没有 这些怀疑是一个 让我们的信仰能够更坚定的一个过程 在马可福音里面有一个故事 有一个爸爸 他的小孩被鬼附了 然后口吐白磨在地上打鬼 他非常非常地担心 一直想要求耶稣来逼治他的孩子 请耶稣来为他的孩子赶鬼 然后耶稣告诉这个爸爸说 你要有信心 有信心 你的孩子又会得救 结果这个爸爸说什么 这个爸爸说 各位我信心不足 我信可是我信心不够 求你帮助我 对我来说这句话 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道道 其实我们每个人都像这个爸爸一样 如果我们信心不够的时候 你不用说 应该要催眠自己 说没有没有 那些都是假的 我没有怀疑 我没有怀疑 我是信心很够的 没有必要这样催眠自己 这个催眠对你来讲 也没有帮助 我们要学习那个爸爸说 主啊我信 可是我就是信心不够 求你帮助 同样的 多马他诚实的 他诚实的表白了他的怀疑 诚实的表白了他的不信 所以耶稣用他的方式 亲自显现 来帮助多马 进入一个更大的信心里面 我自己 从念神学院毕业以后 后来又到了福人大学 念宗教研究所 其实老实说 念宗教研究所 并不是为了更高的学历 其实真的是为了 我在信仰当中 所面对的那些怀疑 还有面对在我的幕会的现场里面 所遇到的很多的挑战 可是老实说 我在学校里面 学到 就是学习的过程里面 到我的怀疑更深 这样讲的 很奇怪 那为什么还要去念博士班 我觉得有趣就在这里 通过这些学习 通过这些阅读 打开了我一个更大的世界 可是呢 我得要花更多的力气 去回忆 圣经里面的教导 耶稣的教导 怎么样跟这个世界上 所面对的这些学术的研究 需要这张图里面说的 你看这个图里面 这个绿色的是不信 蓝色的是相信 可是这样就告诉我们 他指出了一个第三条路 第三条路叫什么 Open mind 打开我们的心 打开我们的心 有的时候 圣经的教导 或是圣经里面的记载 或是耶稣 或是我们人的教导 教会里面的教导 不见得都完全是对的 我并不是说圣经讲的不对 而是说 当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 我们得要去理解 圣经字面背后 真正的真理是什么 那个就需要 去思考 去理解 可是 我们也不是那种傻傻的 哦 就 人家讲什么 就相信什么 然后就傻傻的 反而你要 打开你的心 我很喜欢圣经里面的 这两句经文 一句在旧约 是我们很熟的经句 在以赛亚书 它说 上帝是什么 上帝是 在沙漠开江河 在旷野开道路的上帝 保罗说 上帝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 是眼睛未曾看见 耳朵未曾听见 心里未曾想到 我自己非常非常喜欢这句经文 因为这句经文提醒了我们 一切很重要的事情 很多时候我们会用我们的经验 会用我们的有限的理解 就把这个当成是对的 就把这个当成真理 可是很多时候 其实这种态度 就像耶稣那个时代的 这些法利赛人 帝尔太人一样 他们把他们所相信的东西 当成绝对的真理 可是他们 也因为这样子 他们不愿意再接受 任何新的事情的产生 可是我们都知道 随着时代的进步 随着不同的时空的背景 是有很多很多 我们都没有看过的事情 很多很多 上帝在那个事业上 所做的工作 是我们从来没有看过的 从来没有办法去理解 可是当我们愿意打开心的时候 我相信上帝会用他特别的方式 帮助我们 带领我们 去理解这些事情 这个人是陈南中牧师 这个小伟 我们在神学院很重要的一个老师 陈牧师呢 他曾经写的一本 这本书 我非常推荐给大家 我觉得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 我们可以在教会里面 开读书回来 读这个书也不错 这个书还是非常的薄 这个是陈南中牧师 写给教会的团契 所使用的团契的教材 那他打算写十本 就是从介绍圣经 介绍基督教 介绍上帝 介绍圣灵 介绍其他的宗教 或者教会生活等等 他打算写一系列 写了十本 目前好像出到第三本 还是第四本 那这个书就是为了要 帮助一般的信徒 怎样在教会当中去学习 那这本书叫做 上帝是怎样的上帝 那他有一个副标题叫做 有很小 它叫做 我从圣经里面所认识的上帝 这本书的最后一章 等于说 主要内容之外 最后一章 陈牧师写了一篇叫做 我信我不全然理解的上帝 我觉得这篇文章 对我来说非常非常的重要 这篇文章 可以说是 他这本书的一个 算是小结论吧 但他写在这个文章里面 他主要是在写他自己的见证 他写他自己的信仰过程 陈牧师他是第一代基督徒 他是第一代基督徒 可是他成为台湾一个 非常非常重要的神学家 跟神学院的老师 他在这篇文章呢 最后面的这篇文章里面 这个 我信我不全然理解的上帝里面 他提到说 他说 我对上帝虽然还没有 他其实都已经成为神学家了 成为神学家了 可是他老实承认 他对上帝还有很多很多他不懂不理解的地方 但是他说呢 虽然他到现在还没有办法完全理解上帝 但他觉得 他所理解的这个部分 已经足以让他走过 对他来说 对上帝有限的认识 但是 还有跟上帝 直接相遇 所产生的信心 已经足以 让他 跟耶稣同行 这个人生的道路 我相信这样的信心是上帝的恩典 我记得我当初我读到这篇文章的时候 我回想我自己的学习的历程 我也非常深刻的感受到这个 就像我刚刚说的 我在 我在念书 读书的过程当中 其实学习到非常非常多的 这些先进的 学术上面的最新的研究 不管是科学跟信仰 心理学 社会学 人类学 很多东西 其实都跟我们信仰传统的教导 是有很大的落差的 可是我为什么还能够 站在台上讲道 我为什么还能够每个礼拜到教会做礼拜 我为什么还能够用社经文化 免力拿起 因为我相信 很多事情虽然我还不太 我现在还不懂 但是 我的生命的经验已经 让我知道说 这只是我暂时不懂而已 我相信上帝会用他的方法 带领我 透过 这些怀疑的过程 这些思考的过程 走向 更坚定的信仰 我今天的题目叫做 信仰寻求了解 我刚刚说 艾瑟伦 他在讨论这个信仰 其实简单的 简单的解释这句话 可以这样说 因为相信 我们才能够了解 因为了解 我们会更相信 对我来说 这是一个 它不是一个圆形的循环的过程 它很像什么呢 它很像一个螺旋 螺旋状 当你不断在这个循环的过程当中 它不是原地打转 它是一直在往上升 往上升 往上升的一个 一个螺旋 很多时候 我们的信仰的知识 就是这个样子 你今天你不先相信 你可能 没有办法理解 这个信仰 可是呢 当你在相信的过程当中 会产生很多的怀疑 我们努力的去思考 努力的去研究 通过思考 通过研究 你会再相信一点点 但是你会了解 你会了解 你会了解更多 然后通过你的了解 你会帮助你的相信更深 然后 因为相信 你会了解更多 因为了解更多 你的信仰会更深 这也是我自己的 的学习 跟生命经验 最后 其实多玛的故事 不仅是我们刚刚读的 这个故事而已 在整本约翰福音里面 多玛还有在另外一个地方出现 是关于 诶 我先讲这三章 你这样都跳过去了 好 最后耶稣 告诉多玛一句话 耶稣告诉多玛说 你因为 看见了我才信吗 那些没有看见而信的 是多玛有福 很多时候我们会 用这句话 来谴责那些 谴责 或是说来指责那些 好像信仰 有怀疑 就是会谴责自己啊 就说 我该不会也是那个 像多玛一样 小心的人吧 我才 我要看见才相信吧 那难道 我就不是有福的人吗 有的时候 不仅别人 会用这句话来指责别人 有时候都说 我们会用这句话 来谴责我们自己 可是像这句话 对我来说 我们可以用另外一个角度 来读它 大家看到 我那个 PPT上面有个括号 对不对 把那个文号括号起来 其实在圣经的原文里面 是没有标点符号的 标点符号 是我们后来的 在翻译圣经才加上去的 所以今天 如果你去看我们的 那个 周报里面的经文 周报里面有和尔本 跟现在中文译本 你就会发现和尔本 是句点 可是 现在中文译本 是 现在和尔本 是句点 然后在现在中文译本 是文号 你就知道说 不同的翻译的人 他对这句话 有不同的理解 对我来说 这句话呢 我们可以把它理解成说 耶稣在讲一个事实 什么事实 就是说 他跟多玛说 你是因为看到了我 才相信 你可以把它当作是句点 或逗点 然后 但是他又讲了另外一句话 说 那些没有看见的 性格是多么有福 其实耶稣并没有在谴责多么 对我来说 耶稣并没有在谴责多么 对我来说 他只是在告诉多么 说 啊你是这个情况 你相信的 有的人是这个情况 相信的 可是另外有一些人呢 他是 那个情况相信的 耶稣也没有比较 这件事情 那 这句话有什么意义 老实说 在耶稣父母圣天之后 除非 上帝怜悯 除非是一些 真的是 神迹的情况发生 否则 这两千年的教会历史里面 包含你我 我们所有的人 我们都没有真的看见过上帝啊 对不对 我们都没有真的看过耶稣啊 可是 我们都是相信的人 对不对 所以对耶稣来说 这句话不仅是 在圣经的故事里面 他大概是对多么说的话 也是对那些门徒说的话 可是事实上这句话 千千万万的读这本圣经的人说的 你们 其实有人说我们 我们 我们都没有亲眼见过耶稣 可是我们都是相信的 我们就是我们的 我们都是有福的 我刚刚说到多么的故事 除了我刚 那个耶稣复活之后的 那个故事 其实在整个约翰福音里面 还有一个地方 有记载多么的故事 在约翰福音的第十一章 耶稣要去 拉萨路死掉了 然后 耶稣知道这个消息之后 非常非常的难过 然后多么那个时候 就跟耶稣说了一句话 就说 我们跟老师一道去 跟他 一起死 我们跟老师一道去 跟他一起死 其实如果你回头去读 那个 拉萨路的故事 你会发现这句话莫名其妙 因为这句话删掉 完全不影响整个故事的进行 而且这句话没头没尾 真的 你去看这个故事 就知道 约翰福音第十一章 你会发现这个故事 他跟前面也连不起来 跟后面也 就这句话 跟前面也连不起来 跟后面也连不起来 删掉都无所谓 可是很有趣 圣经的作者 怎么会记载的这句话 对我来说 这是圣经 写圣经的这个作者 他故意把这句话放在里面 照圣经 照教坤一时的传说 多玛他 因为曾经怀疑过耶稣复活 就是 传说是这样 就是说 多玛他觉得很不好意思 他说 他在那个时候 很不好意思 耶稣还特别行天给他看 那他为了去弥补他自己的这种怀疑跟小心 多玛决心到最远的地方去宣教 后来他去了哪里 其实我们之前有跟大家讲过 他去了哪 他去了印度 印度就是当时的人 认为世界的尽头 对当时的人来讲 这是一个世界的尽头 你现在想想看 从巴勒斯坦 从地中海沿海 一路走到印度 不要多远 多远之距离 在教会人历史的传说里面 多玛英文之间 这个世界 他到了 印度去宣教 在我们今天所读的圣经 的前面一点点 如果你所读的圣经 可以拿起来看 我们今天从 从二十四节开始读 那实际上在二十一节的地方 二十一节的地方 耶稣跟这些门徒 说了一句话 他说 正如父亲猜浅了我 我也照样猜浅了你 对我来说 耶稣叫门徒显现 不是为了要证明说 我真的复活了 然后怎么样 当然 耶稣复活 向门徒显现 是一个很伟大的神经 可是这个显现 有一个很重要的意义是 耶稣要透过这个显现 告诉这些门徒说 当今天天父上帝 猜浅了他 猜浅了耶稣 来到这个世上 当耶稣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 耶稣要猜浅 我们 猜浅这些门徒 猜浅我们 所有跟随他的人 可以进入到世界里面去 这个人 大家还记得这个人吗 文料放给大家看 他是 德国神学家 潘若华牧师 但他不只神学家一个身份 他对我来讲 有一个很重要的身份 叫做青少年工作者 哈文华死的时候 还不到40岁 在他的整个服饰的过程当中 他除了是神学院的老师 神学家以外 他其实在教会里面 都做青少年牧师 他其实是青少年牧师 所以他对我们这些做青少年工作的人 是一个很重要的榜样 他也是一个殉道者 他被 希特勒 吊死在集中营里面 他还是间谍 你懂穆斯污怎么去当间谍 在当时的第二次世界大战 德国被希特勒同治的时候 他为了不让 希特勒 他为了不要让希特勒 再继续的去残害这个世界 他宁可去当间谍 要去暗伤希特勒 但后来没有成功 就被希特勒抓起来 灌在集中营里面 后来死在集中营里面 你会觉得很奇怪 一个牧师 他为什么没有主张和平 他为什么要去做暗杀希特勒的事情 在他的日记 在他的玉中日记里面 他讲到 他说 如果 杀人是一个罪 圣经说不能杀人啊 对不对 实践里面说不能杀人 他说如果杀人是一个罪 他也因为要暗杀希特勒 而犯了这个杀人的罪 那他领可承担这个犯罪的后 他也要去杀希特勒 我觉得这样子的信仰 他正好在一个矛盾的地方 给我们的一个喜跟两头 他说 他说 如果杀人是一个罪 他不会因为他今天要暗杀希特勒 他就说 我杀人很合理喔 没有 他说 我愿意去承担这个罪的后 但是他还是要去做这样的事 所以他最后是失败了 很多时候 很多时候 就像我今天 跟大家说的 很多时候我们在信仰里面 有很多的怀疑 有很多的 伦理的冲突 跟教会的教导 跟神的教导 很大的冲突 可是你今天要做出 怎样的抉择 要付出怎样的代价 很多时候不是黑跟白 不是对或错或是黑跟白 之后 很简单的二分法的问题 在帕默瓦牧师的身上 我们看到 或许正在那个模糊的空间里面 他去思考他的信仰 他去实践他的信仰 我们都知道香港的事情 已经 已经快要半年了 非常久 从六月到现在 快要半年了 而且情势越来越激烈 在香港有很多的基督徒 我上个月 接待了一个香港教会的青年 他才二十岁 他也是那种勇武派 什么叫勇武派 就是 他会去 当那个什么 催泪弹射过来的时候 他会去捡催泪弹 然后再丢回去的那种 年轻人 他每天都活在非常害怕的 里面 他很怕被抓 很怕被滋杀 大家应该知道这个词吧 很怕被滋杀 然后他也 他在那个心情很崩溃的时候 他来台湾 然后 就 带他去走一走 然后 让他疏解一下他的情绪 然后又 又回去香港 继续冲这样 在香港有很多的基督徒 很多的牧师 他们在这个过程当中 其实他们每天都在面对 很多的伦理的抉择 我们都知道 暴力是不对的啊 可是 每天看到那么多的事情 你也很难去判断说 他到底是对还是错 就像他跟王牧师一样 在这个灰色的地带里面 他去面对他自己 面对上帝 面对他的信仰 去实践他的情绪 孟王牧师说了一句非常非常重要的话 他说 当基督呼召一个人的时候 他是叫他来死 他问王说 当基督呼召一个人的时候 是叫他 他讲这句话的时候 是他在 他在诠释圣经 他在诠释 耶稣说 如果你要跟从我 要背起自己的十字架子跟随我 的那一句话的时候 他在那个讲道片里面 他讲到了这句话 他说基督呼召一个人的时候 是要叫他来死 这句话后来也成为 潘默华的生命的 一个实践 他认为他作为一个跟随耶稣的人 他就是要跟着耶稣 走上这个十字架子的道路 不管是潘默华 不管是陈南宗牧师 还是我相信很多的信仰的前辈 我们所认识的信仰的前辈 他们的信仰之所以会值得我们 学习 是因为我们在他的身上 不是看到一个 只是很单纯的 傻傻的相信 然后什么 什么事情就都不做的人 不是 反而很多时候我们看到的是 一个在信仰当中 充满的挣扎 在生命当中充满的困惑 在他的生命当中 很努力的去活出一个基督徒的样子 很努力的 在那个挣扎 在那个困惑的里面 这是我自己 这其实也是我自己在 这个信仰的困惑当中 一直在学习 也一直在努力的 追求的 一个道路 也希望今天我的分享 能够帮助我们去思考 信仰寻求了解 当我们有怀疑的时候 上帝并没有要放弃我们的理性 理性也是上帝赐给我们人 很重要的恩典 但是 在理性 在理性的思考里面 在怀疑的当中 我们怎么样继续去追求 那个信仰带给我们的力量 希望我们都是那个 跟那个孩子的父亲一样 跟上帝求说 主啊 我的信心不够 求你帮助 而我也相信 耶稣会用祂的方式 就像祂亲自显现给多玛 看一样 耶稣会用祂的方式 向我们证明 祂不只真实存在 不只从死里复活 而耶稣 是在我们生命当中 祂成为我们的主 也成为我们的上帝 而 这样的力量 也帮助我们 去走 人生的每一步 甚至像潘默和牧师这样子 这样 让我们带着 这种像死的决心 跟耶稣走向 这个我们人生的十字架 也带着到我们 我们一起来祷祷 亲爱的主 我们的上帝 我们感谢祢 祢 祢 让我们成为祢的儿女 在我们追求信仰的道路里面 也让我们不仅有盼望 也有信心 往下 继续走下去 但你也知道我们在社会当中 在我们生活当中 面对到许许多多的挑战 我们有许许多多的怀疑 需要去抉择 很多时候我们心里面小心 不足 我们需要祢的帮助 祖求你的圣灵 亲自来预导我们 也求祢 用祢 大能 来显现 在我们生命当中 让我们真实的知道 清楚的感受到 祢真实的存在 而祢正式的带领我们走 这个生命 信仰的道路 主我们再次将我们的生命献上给祢 也求祢亲自来领导我们 让我们通过我们所了解的 所相信的 所行出来的信仰 能够不仅称我们生命的祝福 也能够成为我们身边的人的祝福 也让我们身边的人因着我们 不仅领受到你的祝福 也跟我们一样 能够领受到你永生的贪光 我们这样祷告父子耶稣的名 Message